主席的警卫员沈志月 而现实生活中的确就有这样的人存在 尤其是国共两党时期 而那时候就有这么一个人物来我党潜伏 甚至一度成了主席的警卫员 这个有这么大本事的人到底是谁呢 他的名字叫做沈志月 1913年出生的沈志月 在17岁的时候就曾进入南京的军事学校学习 毕业之后才又前往复旦大学进一步的深造 当时的沈志月不仅是一名进步的好同志 更是积极的参加工人运动 甚至还曾经带领工人罢过工 由于带头闹时 沈志月就被国民党的人给抓了起来 而这个时候 他就已经开始展露出做卧底的天赋来 面对国民党的士兵沈志月从容面对 似乎一点都不紧张 更是信口开河地说 某为国民党的大 官司自己的亲戚 冷石虎的这些士兵都没敢动他 不过靠虎的始终是不行的 这件事最终还是被戴笠知道了 作为一个特入戴笠 立即就发现了沈志月的特点 于是多次找他谈话 最终年轻的沈志月立场受到动摇 就答应了戴笠潜伏到共产党中当卧底 由此沈志月的卧底生活正式开始 沈志月先是去了浙江的一个学校 来伪装自己的身份 表面上还是一个拥护共产党的好青年 实际上却暗中给国民党运输情报 破坏我党的外围工作 因为仅仅是外围的工作 所以沈志月一直都没有被发现 后来国共展开合作之后 沈志月就被戴笠派去了我党的重要根据地 延安 那时候的沈志月不仅有学问 还有一手好枪发 这样一个能文能武的好青年 立马受到了我党领导人的重视 不仅如此沈志月正是受到了主席的青睐 成了主席的警卫员 沈志月的演技真是无话可说 竟然真的多 过了所有人的调查 一路走到了主席的身边 但是只永远是包不住活的 真相早晚有大白的时候 狡猾沈志月多次和国民党运输情报 终于让他露出了马脚 作为主席的警卫员 却频繁地出入有关的情报部门 众人终于对他产生了怀疑 而狡猾的沈志月一看情况不对 在我党人员还没有对他采取行动的时候 就灰溜溜地逃回了国民党 1994年 这位堪称是大师级的卧底 才走完了自己的传奇的一生 不过让人们感到惊讶的是 当时我们的国防部长这样凭债他一事二主 两边无伤 那么沈志月真实身份到底属于那一派呢 只怕谁也说不清楚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